第二,家谱 一些有钱或者有文化的家庭会有家谱 如果有孩子出生 父母会直接从家谱里找出一个名字给这个孩子 每一代孩子的名字中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汉字 还有,孩子的名字不可以和长辈有一样的汉字 这是为了表示尊敬 第三,父母的住院 一些父母会从字典里选出有特别意思的字 比如说美、和洁、还有龙 大家熟悉的Bruce Lee和Jackie Chan 他们的中文名字就是李小龙和成龙 父母希望孩子可以像这些汉字的意思一样 成为很厉害的人